是一位自稱粉絲的人 在兩個月前塞斗賞說辦的活動上面 然後找到他並請他簽名的 簽名完之後他馬上拿去認證 之後馬上轉手高價賣出 什麼? 寶可夢卡牌的繪師竟然被粉絲跟蹤 騷擾長達一年的時間 嚴重到還要公開發表聲明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那就讓我們 一起來看看吧 大家好 這也是R94阿爾宙斯頻道 相信大家都有玩過PTCG寶可夢卡牌遊戲 就是你在超商裡面也會看到一包一包的那個寶可夢卡包 而且價格都還不便宜喔 然而日前有個很有名的寶可夢官方繪師 表示如果再有粉絲找他簽名的話他會拒簽 嗯這究竟怎麼回事呢? 好我們現在快速簡單介紹一下這個Saito Naoki-san 這個Saito-san他是負責寶可夢 集幻式卡牌遊戲 上面的卡圖繪製 也就是說有很多有名的卡片都是他畫的 那他的YT粉絲數總共60萬人 在活動場地會被要簽名的那種知名度 而且大家一定都看過他畫的卡圖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DDI 當初可是有錢都買不到的 你必須有很多錢才行 接下來我們再講這個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時間拉回2022年 11月13日 那天是個星期日 邵業員某間卡牌店發了一篇文 至今收了一個世界僅此一張的稀有卡牌 並且他開出了1598萬日幣的天價 喔唷 於是就在網路上炸鍋了 一張卡1600多萬耶 換算台幣大概約350多萬 那其他幣值大概是這樣子 好這張卡是黃昏的莉莉愛 那為什麼這張卡價格這麼高呢? 第一個是他卡礦堪稱完美 然後第二個是他有塞斗桑的親筆簽名 然後第三個就是因為莉莉愛太香了 好啦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這張黃昏的莉莉愛是2019年所辦的一個比賽 作為獎品所發售的特殊卡包 而且要抽到莉莉愛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以上種種原因加起來才會讓他變得這麼稀有 那言上的原因是這樣子的 是一位自稱粉絲的人 在兩個月前塞斗桑所辦的活動上面 然後找到他並請他簽名的 簽名完之後他馬上拿去認證 之後馬上轉手高價賣出 這在不要說日本了 在很多國家這種炒作卡牌 都算是一種黃牛的行為 而在卡片上架之後 每個人都看到簽名的地方寫著 給Akira這幾個字 於是在日本網友質疑的聲浪之下 有人找到疑似Akira本人的推文帳號了 我們看到根據他的說法 這張卡片是他去年9月 參加一個塞斗桑所辦的活動 在活動中找到本人 然後請他簽名的 接著他馬上就把卡片送去鑑定 那由於在推文當中 他表示是一輩子的收藏啊 但諷刺的是不到一個月 卻馬上出現在市場當中 所以他被大家懷疑 當初就是有心要高價轉賣嘛 不然為什麼要馬上送鑑定 再馬上賣出呢 如果只是自己收藏的話 那種很珍惜的卡牌 你根本捨不得賣吧 對吧 好這件事情發酵之後 大家就會發現 欸Akira怎麼刪文了 大家還跑進了 原本賣卡牌的那間卡牌店 給了他一心的負評 認為他這樣是助長黃牛的行為 大家還疑似發現了 當初Akira跟他朋友的微信聊天紀錄 看起來似乎是他剛拿到 這卡牌簽名的時候 所PO的照片 好那事情到這麼大 也傳到Saito-san本人那裡了 他發文表示說 關於卡片被高價轉賣這件事情 因為當初已經簽了對方的名字在上面 想說可以防止黃牛炒作卡片這個行為 表示這個粉絲當初說很喜歡這張卡片 簽名想要自己拿來收藏而已 但沒想到拿去營利了 那畢竟簽的卡片是人家的 要不要收購這個高價的卡片 也是他與店家之間的事情 並且說應該會暫時害怕到 不敢出現在公開場合了吧 最後表示 Akira我還清楚記得你的長相啊 好那事情到這邊 我覺得都還算合情合理 有可能是店家知道Akira-san 他有一張非常稀有 簽過名的黃昏莉莉愛 想要高價收購 就像海馬當初拿了一整個皮箱的怪獸卡 放在桌上 想跟爺爺換一張青眼白龍一樣 有可能這個Akon他看到三個皮箱的鈔票 他就動了煩心了 他當初什麼要守護一生一世的收藏 誒這個事情就拋到腦後了 也有可能 如果事情直到這邊為止 那還情有可原 不過後面的劇情就急轉直下 真正讓Saito-san爆發的事情還在後頭 我們把時間快轉到2024年 他在YouTube上面發布影片 嚴正聲明表示 如果以後再有粉絲來找他簽名的話 很抱歉他會拒絕 為什麼呢 然後他就自爆 最近長達一年的時間 他都遭到黃牛集團的跟蹤 跟蹤他的原因不外乎 就是要請他在寶可夢卡牌上面簽名 而且還會蹲點在各個他所出席的活動的出入口 看可不可以賭到他 可能有些人會說 簽名就給他簽一簽就好了嗎 但這個程度究竟有多誇張呢 他就舉例來說 他上一次參加一個現場的繪畫活動 當活動結束他要從後門離開的時候 突然有四名男子朝他們逼近 然後他說他事先就有料到會有粉絲圍上來 所以才偷偷從後門走 沒想到還是被發現了 於是他就趕緊上車 沒想到這幾個人也有開車來 還在後面跟車跟了數十分鐘之久 無論他怎麼鑽小路都甩不掉 這是怎樣開車的是一個光頭嗎 直到他們將車停在派出所附近 想要回過頭來問他們說 現在是甚麼情形啊 的時候 後面一台車才信信然的離開了 他也回應說 一切都是從2022年 出現那張1600萬的天價卡片 那陣子開始的 據他所描述 他現在回想起來 才想到那時候排隊的隊伍中 年長的華人特別多 嗯 大家知道怎麼回事了吧 但當下他也沒想太多 想說應該是幫孫子要簽名吧 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簽名的時候都習慣要求簽上對方的名字 比如說我來找他簽名 他就會在卡片上寫給R94這樣子 但那陣子 來找他簽名的人是講中文的 於是他就請那些來排隊的人 把他要簽給某某某的中文字寫在紙上 然後他再照那個筆畫抄上去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每個來找他簽名的人 名字好像都長得差不多 直到後來他才發現 那些排隊的人 紙上寫的根本不是自己的名字 而是卡片上的角色的中文名稱啊 所以當下會發生很多 欸 我的名字 他就寫莉莉愛 結果排隊的人一拜以上都叫莉莉愛 這太吊詭啦 然後他還表示說 居然可以這麼若無其事的說謊 真的讓我很震驚 我相信這位繪師他也是不喜歡黃牛的行為 不希望卡片被高價轉賣 所以才下了拒簽這個決定 but這個黃牛集團呢 真的是不死心啊 他們甚至假冒工作人員 探聽Saito-san他的活動行程 假設他今天10點鐘活動就結束了 那活動結束之後 在各個的出口 就會有很多粉絲 假裝是巧遇 然後跟他要簽名 然後據他表示 他們都是五六個人一組 在門口那邊等他 然後同時一擁而上向他要簽名 而且這一年多以來頻繁的發生 讓他日子都變得不頻繁了 以至於他要僱用保鏢 來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以及避免被跟蹤 這真的很可怕耶 隨時被綁架都是有可能的吧 而且他還說 他們準備的那些卡片 看起來就是很明顯 會被高價轉賣的那種全圖的特別卡 而且哪有人在路上巧遇 會剛好帶著十幾張超級稀有的卡片 又剛好又有馬克比讓你簽名 然後剛好有五六個人一起 這太不正常了吧 而且有人還說 請他簽名是為了要送 他正在生病的家人啊 只有可能他家人也叫莉莉愛這樣子 最扯的一次是 因為早上要趕新幹線 而拒絕了簽名的人 工作了一天 晚上回到同一個站 出站之後發現 早上同一群人又再次向他走來 目的還是為了跟他要 早上沒簽到的名 比扯鈴還扯 最後 塞頭上嚴正的聲明表示說 以後 他再也不簽名了 沒有任何例外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待這件事件呢 我是覺得說 如果他是真的很喜歡這個繪師 想要自己收藏 這是沒問題的 那如果他收藏到一半 有人跟他高價買走 他賣了 這理論上來說也是沒有任何道德瑕疵的 但是如果事件已經擴展到 黃牛集團 他顧了很多人 就為了盈利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這就有點不可取了吧 大家還記得前一陣子的新聞嗎 鋼彈在台北地下街開賣的時候 當記者訪問這位阿姨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排什麼 你覺得這有可能是他孫子 托他買的嗎 太不孝順了吧 連要買什麼都不跟他說 再來說到寶可夢中心剛開幕的時候 除了去排整理券之外 大家有沒有記得 在各個百貨公司 可以換台北的皮卡丘 那個紀念限量的卡牌 現場就有很多板凳集團 把卡片留給更需要的人 不是更好嗎 雖然我知道他們PT一張 可能可以拿到200塊之類的 但是那個排隊都要排一兩個小時 然後你前面有十幾個都是板凳集團 你也知道他們是來賺錢的 你也知道他們不需要那張卡片 你心裡就會不舒服 我知道有人會說 前面如果不是排板凳集團 是別的玩家的話 這樣不是要等一樣久的嗎 我同意 但普通玩家是幫自己收藏 板凳集團是幫黃牛集團增加貨源的 每多一個板凳集團 網路上就會多出現一個高價轉賣的商品 少了板凳集團 你原本可能排兩個小時 就變成只要排1.5個小時就可以拿到了 結論就是 你為了要盈利去打擾干擾到別人 這是非常不可取的 大家也不用佔國籍 因為在各個地方都會出現這樣子的人 大家聚買就好了 好啦這就是今天分享的內容了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麼今天就先這樣囉 掰 掰 他人事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 似乎的似乎 但是 我自己的身上 都會有恐怖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